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大陆地区发送短波信号 开始广播 至今已经有19个年头了 美国国会有鉴于苏联解体 和中国1989年六四事件 通过法案 仿照对前苏联东欧各国 进行宣传的自由欧洲电台的模式 而建立了自由亚洲广播电台 在过去的19年 本台中文部以短波和互联网的形式 向大陆听众传送中国政府 没有报道或者报道不够的消息 目前每天向中国大陆听众 播放12个小时的普通话节目 今年的台庆活动 为了感谢听众们 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坚持收听 我们准备了纪念品 8G的U盘手环要赠送给各位 这个手环的接头是个U盘 设计相当精巧 可以戴在您的手上 而且这个颜色是蓝色 非常大方 可以说是老少贤仪 另外这个U盘具有8G的容量 可以下载许多文件可广播 随时可以收听 比如说像日前来信的一个老听众 广西王先生就表示 去年的我们送的U盘笔 他已经相当满意 他将广播下载到U盘笔 还买了一台插卡的收音机 早上外出一边散布一边收听 非常的方便 所以他认为这一次的U盘手环 就更胜一筹了 所以只要您在我们活动期间 10月15号以前来信 就可以得到一份 请将来信寄到本台 在香港的邮政信箱 号码是28840号 当然如果您是听众之声 脸书的朋友 也可以在那里给我留言 除了台庆礼品外 这次本台开播19周年 跟网宁一样 我们也推出了正文比赛 这次的题目是 中国社会转型的安全隐患 我们知道 中国在走向市场经济 法治社会的过程中 不免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 这些影响有的是可见的 比如说工厂林立 污水黑烟的排放 造成环境的污染 也有的是些无形的 比如说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 在养老退休保险上 是否有安排也是造成一个心理上的安全因素 您也可以从别的角度切入 比如谈谈底层百姓受到压迫 造成社会不稳定 也可以是一个安全的隐患 此鼓励大家从您生活中体验到的 让您忧心的一些问题 写成800字以内的文稿参加比赛 和大家分享您的观察和见地 请在活动时期10月15号以前寄来 同样的本台会挑出20位优秀作品 在听众之声节目中选读 并赠送真文奖 具有电子显示器的桌上形相框 您看这个电子屏幕上 可以显示出温度和时间 我相信这个获奖者一定会对这款 精美大方的奖品感到满意 目前本台已经收到了许多电子邮件 索取纪念品 其中也有一部分是来参加真文比赛的 目前我们的礼品已经准备就绪 马上就可以寄出 在这里我请调研部的柯丽女士 和大家谈谈今年的邮寄情况 柯丽啊 这个本台展开的这些活动 已经我们每天的邮箱都有来信 普通的信件因为还有一段时间才会到 那么以目前的数量来说有多少呢 那如果有些听众或观众现在写信来 还有机会得到这项纪念品吗 是的 现在我们已经收到了几百封的邮件 那么由于这个信件的寄送需要时间 因此凡是在10月15日之前寄出的信件的听众 都有机会得到本台的纪念品 优盘手环 我想观众和听众们最关心的是 他们什么时候会收到这项纪念品 好的 我给大家说一下 因为路途的遥远 寄送需要一定的时间 那么如果今天寄出 你会在三到四周之后收到 请耐心等待 其实就是在我介绍的信件当中 有一些少数的听众 他们其实是很乐意来信祝贺 参加我们的台庆活动 但是有些人表示说 担心他们来信会收不到纪念品 或者说因为来信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那么在你这么多年处理这个邮件的经验里 您觉得他们的支撑担忧是多余的吗 这个担忧是不必要的 因为在过去这些年当中 我们积累了一些经验 对有要求寄送本台纪念品的听众 我们采取一些方法 保护听众的隐私 所以请您放心大胆的来信 我们会尽快为您寄去纪念品 那谢谢柯莉跟大家的解说 观众朋友 如果您已经来信参加本台开播19周年 在此我代表本台向您致谢 如果您还没有来信 我诚挚地希望您看完这段视频 立即给我们来信吧 这个纪念品的为数不多 请大家马上行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